我们看罗马书8章26节 这个恩典的权备 当我们想到软弱 很多时候会想到 有强壮的基督徒 有软弱的基督徒 就是说 这些软弱的基督徒 圣灵帮助他们 但这个经文是不是说 圣灵只是帮助这些软弱的基督徒 是不是强壮的基督徒 他们的软弱就很少了 其实当我们明白人的 最心情 最强壮的人都会发觉 里面其实当我们 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是用这个软弱 我们的思想都是 我要什么 我想得到 我什么不开心 我就烦恼 都是用人的方法 没有看到神的美善 也没有用神的方法处理人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人都是这样的 有人骂我我就骂他 有人影响我我就不开心 我就各方面 罪根本不会觉得是 罪觉得不重要 犯罪有什么问题 我们里面就是 思想的 都是没有信耶稣的手 都是跟从自己的 罪心情 得到自己的东西 去满足我们的 所要的 而且被人影响 所以人如果没有耶稣 就是普通一个正常人 虽然他是正常 但他所做的 在神眼中 没有一件事 是神喜悦的 因为他都是用自己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眼光来看 每一个人都是软弱 是神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开始有这个力量 这个帮助我们不要以为 就是这个人很软弱 其实当我思想 我自己思想 我的生命的改变 我为什么会 信耶稣马上就很兴奋 是神赐给我这种兴奋 当我知道神是 证实我信耶稣 马上这种兴奋就来 这是神的帮助 神帮助让我看到 我没有神的生命是怎么样 完全没有这种力量 没有这种喜乐 但当神拯救我的时候 马上这个力量就开始来了 我就开始看到神的美善 我就开始欣赏神了 当我欣赏神的时候 我亲近的时候 也是神感动我去亲近他 他的帮助就来了 他开始帮助我看到 我的罪性情 看到我的自私 看到我的自我为中心 看到我的误会的意念 看到我的所有的不好的东西 而且也有自意 就是 卫信耶稣也觉得 我比其他人好 所以有自意 每一方面我们都觉得自己都 很好 但在神的眼中都是软弱的 神就这样我整个生命 我感谢神了 一步一步改变 当然我们的改变还是 不如在天上 起码我现在知道 我靠自己是没有用的 我知道这个喜乐是从神来的 不是我自己生出来的喜乐 这个智慧是神的话语 带给我的智慧 这个信心是神改变我 是神改变我的 所以我有信心 让我看到神的美善 都是神做共将我本来 整个败坏的生命 都改变过来 这个就是神的奇妙作为 他是这样一个败坏人 我们想一想 微信主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地方 在神眼中去 是可接纳的 都是自私的 虽然有聪明智慧 但这个聪明 只是世上的聪明 世上的聪明是怎么样呢 赚钱啊 什么事情做得好啊 但完全没有永恒的目的 不能得到永恒的目的 也不能带我们去 认识这个奇妙的神 创造拯救的神 原所有的智慧 只会带来 毁灭成恩 所以都是软弱 神就将我们改变 我们就留意 其实我会这样说的 越听见神的基督徒 改变越大 这个是好消息 因为他知道什么地方 我要软弱 我看罪不重要 这个是软弱 现在我知道罪可怕了 是神教导我 这个过程不容易 很多基督徒犯罪 就不觉得有问题 我以前也不觉得有问题 但圣灵来了 里面就是不舒服 也会看到 原来我这样得罪人啊 轻客人啊 有负面的想法啊 有仪念啊 这些都是误会 都是破坏性的 神教导我们 实际真的 比世上的学校教导更详细 就很长的时间 一步一步帮助我们看到 仪念的不好 骄傲的不好 烦恼的不好 愤怒的不好 愤怒的不好 每一方面 神都帮助我 从这个软弱 在最终被控制的情况 神将我改变过来 这是神的大能 怎样能够改变 这么详细的改变 我们每一样 不合乎神主义的东西 这个的确是很难想象的 非常难想象 怎么 我们本来以为自己都很好 其实我们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为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很好的 都是比其他人好的 但信的耶稣就 每一样都发觉去有问题 然后神就改变我 祂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是 不是就是肉体的能力 是在灵里面的能力 将我们改变过来 让我们开始看到 罪的可怕性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负面的想法 我们所有不好的东西 然后神将我们改变 越亲近神 越身服神的基督徒 这个软弱的改变就越大 没有被神改变的 很多人还是烦恼 被人影响 发怒 都是贪心 忧虑 自我为中心 虽然他们信了耶稣 但其实 他们没有容许 神的能力进入他里面 不是他 他有能力 他没有能力 是神的能力 运到他身上 将他改变 其实他们都有 经历一些这些能力 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被神改变 但我们明白这一点 神真美好 这样我们这个误会的生命 我们现在明白了 因为在永恒里面 最重要是神的角度 不是人的角度 世界上我们很成功 没有用 这些都有过去 我们成长 是在神的眼光中成长 这才在永恒里面有价值 以前怎样成功赚很多钱 很多人喜欢 这些都没有用 但我们知道 是神喜悦的 用神的方法的改变 才是有永恒的价值 也永恒赢 祝福我们的生命 很多人的生命 信的耶稣 还是被罪啊 被烦恼啊 人际关系啊 家庭问题啊 都影响 整个生命都很多破坏 但如果这个基督徒 生命越被神改变 他的生命就越有喜乐 越有平安 越有影响人的力量 越自己享受 别人也享受他的生命 这个是从里面改变 是神的能力 将我们这个暂时 以为世界上的智慧的生命 其实是软弱的生命 改变成为一个 有神改变一种荣光 有荣光 有美丽 有爱心 有宽容的心 借那人的心 这种生命 彰显出来 就是神的能力 改变我们 现在刚才我就是 形容这个软弱 跟神的改变 神的帮助 所以这个需要 真的首先熟悉圣经 熟悉圣经所说的 罪性情 罪的什么是罪 在神的眼中 什么是罪 然后去思想 神怎样向我改变 成为现在一步一步 愿意被神改变 其实我讲到这个 神性情讲到法 很多人 他们以为是改变 他们是命令人改变 批评人没有改变 他们以为他们是 跟从神的方式 但其实他们是产生 很多被律法压制的人 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 我没有改变 那个人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人不好 这个他做得不好 这是一种批评的心态 也批评自己 我做得不好 他以为做得很好 其实在神的眼中 也是软弱 因为人的强壮 在神的眼中 都是完全的软弱 他以为很有能力 他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方法 就是软弱 所以耶稣说 学我的认识 学我的生命 是神的荣耀 要神的生命 彰显出来 不是人的能力 不是用人的方法 所以这个能力 这个神的智慧 是神的方法 我们就说 神啊你真好 如果我完全的明白 你的恩典 我就会很自然的 让你的恩典改变我 欣赏神的恩典 欣赏神的作为 欣赏神每一步 我们想一想 我每一步 我怎样从这样 误会的生命 有些人 这样看这些事情的影片 现在会憎恨这些事情的影片 这个生命怎么来的 怎样来的 以前憎恨这些不好的人 现在怎么样能够善待他们 饶恕他们 这个改变 我们越思想 就越看到神的恩典 我在这个过程中 都去讲神的作为 都没有讲 人怎样回应 如果我说人怎样回应 我就会这样说了 但说人的回应 我也会说神的恩典 我们就知道 原来很多基督徒 其实都很软弱 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很软弱 在神的眼中 最强壮的基督徒 我们有些人觉得 自己比其他基督徒好很多 都很强壮 但在神的眼中 看一看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里面的 不完美 我们的软弱 虽然是神改变了很多 还是不完美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就说 哇 神的原来你的 是这么美善的 我以前就是看到这么少 现在我看到更多 你的美善 你这么美好 我真的很欣赏你这个美善 所以基督徒第一点 需要看到就是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 圣洁 已经很强壮 我们在神的眼光中 还是小孩子 我们有改变很好 有改变非常好 但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的改变有限 有很多 西风的人 有人给他们提议 你这样改善改善 他说你懂得什么 你为什么告诉我去改 你还是软弱的基督徒 就以为自己都做得很好 其实 在神的眼中 当我们没有这种 谦卑的 接受人的意见 已经去软弱 因为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会 人说出我们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就里面觉得很愤怒 他只能告诉我 什么地方改善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能改善 如果我们想得到 神极大的能力 我们就是要明白 我们有什么地方 还是跟踪世界的方式 用人的方式 追求人的荣耀 追求自己的满足 自己自我为中心 不需要以神的事为念 也没有看到神的美善 神这么美善 我们总是看人做的什么 没有看到神的美善 很多人做见证 他们说我有这个危险 然后就没事了 感谢神 感谢神 他们说了很多 都是他们怎么样经历困难 然后解决了 他们讲神的恩典 都是说感谢神 感谢神救我 都没有想到 在这个车快要撞的时候 神怎么能够帮助我呢 他怎么有能力 将这个车撞过去了 他有这个能力 在这快要撞去的时候 他能够这个事情改变 或者是其他事情 我就是用一个例子 不可能的事情 神能够在这个时候 做伟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一个经历 我们都想一想 神做了什么奇妙的事 所以我会改变 所以我会当时 能够脱离这个危险 是因为神在当时 做了非常伟大的工作 非常伟大的作为 所以当我们越俗善 神的美善 我就说 我们说什么话 都会彰显神的荣耀 都说出神真美好 神做了这么多美事 真美好 越看到神的美善 就越欣赏神 生命越有力量 因为力量从恩典来的 神的力量从恩典来的 好了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基督徒怎样 被神的灵帮助 就是说神啊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与人相处 有些问题 这个就是显露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处理了 我用这个比喻 有一个游戏是这样的 有很多个洞 可能都会看到 有个小动物走出来 然后你拿一个锤子 是不是 这个动物走出来 你就打它 这个游戏 你有没有看过 在一些 打老鼠 这叫什么地方 这些玩游戏 这地方 然后你去玩 我就说我们的问题 有些时候就出出来 我们知道 我为什么被人影响 这个就是我的问题了 我怎样处理 或者是 为什么我在当时会发露了 为什么这个情况 我会做这个愚蠢的决定呢 为什么我会 当时这么 没有想到人的感受呢 会这个时候说一些话 做一些事情 令人受伤害了 有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是 让我们看到 我们里面的软弱 很多方面 越看到 越有这个谦卑的心 就说 原来 我其实不是 真的很爱人的 原来 我们真的 很熟 这是 我要做我的事奉 我不是真的很怜悯人的 我不是看到人的需要 看到人的宝贵 我是看到 我的事奉 我要破大我的事奉 这个也是自私 自我为中心 这个也是罪 然后让神 做王 神做王的时候 就怎么样 我们就好像耶稣一样 怜悯的心 人与我们一起 他们就说 这个人充满神的爱 这个人充满怜悯 接纳 我做出去 做出去 他 出去 怜悯 接纳 改变我们 这个人就看到 神的能力 彰显出来 但人 越用自己的方法 其实有些人 很坚持 他们吃风的时候 很坚持的 用自己的方法 不能 配合同工 不能 接受 人的意见 其实他们越彰显 这个魔鬼的 这种自我为中心的 心态 其实是软弱 虽然外面是强壮 其实里面是软弱 所以我们 如果想得到神 这样的帮助的话 我们就留意 我们里面生命中 有什么 这个动物的头走出来 这是这些 我们的里面的破口 什么地方被人影响 什么地方有罪显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欣赏神 你真好 你教导我 你改变我 你提升我 我们也看到 我们什么地方 曾经改变 我们也感谢神 也欣赏自己 是正面的 因为耶稣说 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们有改变 我们都可以欣赏 不去骄傲 我说感谢神 我以前这么容易发露 我现在已经减少很多了 我现在会有耐心的 我感谢神 这个就是 我们也看到 神的圣灵的能力 的确有帮助我 我们就欣赏神 这样的话 我们有进步就开心 这样我们就容易进步了 如果当时看到失败 我们就很难进步 因为觉得太失败了 但如我们看到 原来我都有进步 是神的作为 神这么大了 本来我是这么容易发露 现在没有了 以前是自我为中心 现在我会关心人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 我们进步 我们就开心 但不是骄傲 我继续努力 我还是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好了 另外 不晓得怎样祷告 其实人人都晓得 我没有钱啊 快帮助我了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结婚啊 我要需要老婆老公啊 这个人都懂得 说这些需要 但到底这个经文 是不是说这个 如果去说这个 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懂得 他们有什么问题 都会向天祷告 哇 天上的神啊 我现在很苦啊 你快快帮助我 他们都会这样说 到底 圣经说不懂得 怎样祷告 什么意思呢 因为人是用他的 自我需要 作为祷告的中心 都是没有看到 神的美善 神的能力 也不认识救主耶稣 不认识神的美善 所以他们都是 用人的方法祷告 但我们被神改变了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这个叹息 到底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在天上 他看到我们的情况之后 哎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叹息 用叹息 可能表达是什么呢 就是 他看到我们的情况 他们软弱的时候 他会发出 对我们的怜悯 他感受我们的困难 例如我们犯罪 他的叹息 就会表达出 他看到我们罪 他的神的忧伤 他的叹息就 传递 神的忧伤 他会将神的心意 在我们里面流露出来 我们就开始看到 我自己很多软 我很多罪 他在里面为我们祷告 我们就醒过来 原来我犯了罪了 然后 然后圣灵也提醒我 这么多人需要耶稣 他们需要 为信主的人需要耶稣拯救 基督徒也需要耶稣改变 但圣灵为我们祷告 我们就开始有一种怜悯的心了 圣灵将按照神的意思 下一节讲到的 检查人性的 就是天父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举意 替圣灵祷告 他去照着神的意思 为我们祷告 神的意思是什么 让我们看到 人的罪 人的需要 人需要改变 人需要拯救 人需要跟从神的路 神就会将这个纪念 放在我们里面 他在我们里面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里面就感受神的心意 就开始 不是用世人的方式 而是用神的方式 所以成熟的基督祷告 不是说神啊我需要钱 我需要老婆 成熟的基督徒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但是心里面都去 想神的旨意成就 很想这些人都改变 这些人盲佛 这些人被神改变 这种生命 唯有神能够产生 当我们被神这样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 就带出神的恩典 神的爱 神的怜悯 就能够触摸人的心 让人看到 也宣告神的恩典 神这样爱我们 神这样怜悯我们 我们的祷告 就带着能力 改变人的能力 基督徒能够有这种祷告 是神首先改变的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 懂得这样祷告 所以我们不懂得祷告 不是不懂得怎样祈求 基督徒都懂得怎样祈求 但他们只是祈求 他需要的东西 不是按照神的方法 按照神的方法是怎么样了 神啊如果你想我结婚的话 为我预备和神心意的配偶 让我们的婚姻去荣耀你的 如果不是你的己意 我就放手 单身也没有问题 单身也可以荣耀神的 这个是神心意的祈求 也会祈求 但是用神的方法祈求 圣灵在里面替我们祷告 就将我们改变 让我们按照神的方法去祷告 改变我们整个生命 那我们怎样福音呢 刚才我是说神怎样改变 我们这种祷告 好了 我们怎样福音呢 我们就留意圣灵的感动 约翰福音16章8节说 这个宝贵戏来到 叫戏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棘子 这是圣灵来到 每个基督徒都听到圣灵的声音 第一就是积罪 犯罪觉得不舒服 觉得 里面有内疚 这个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就留意了 圣灵提醒我们 有没有担心呢 圣灵提醒我们 你现在担心没有喜乐了 没有力量了 神就感动我们 留意圣灵的感动 祂是我们最好的伴侣 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引导 最好的力量的来源 不停地改变我们 刚才我说了几点 关于圣灵的内住的恩典 祂是带领我们 如果我们回应 神的感动 神就很喜悦 圣灵就很喜悦 祂就会带来更大的改变 我们越来越 好像耶稣一样的生命 整个生命都彰显 神的荣耀 这样的话 神喜悦你 人也喜悦你 你自己也喜悦自己 你自己很开心 你自己享受 做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不享受做基督徒 因为他们就被罪捆绑 不开心烦恼 所以他们说做基督徒很苦 但如果我们葬选神的荣耀 我们自己也享受 我现在能够帮助人真好 我现在这么喜乐真好 神这么轻松 叫我轻松真好 也会自己会享受的 所以我们越被神改变 越留意圣灵的感动 呼应圣灵的话 神很喜悦 我们也喜悦 人也喜悦 生命就整个生命都提升 我现在有律法 叫人整人做 这个律法 但过程中都是受到神这样感动 我们回应他 我们就成就神的计划 生命就提升了 当然我们 我可以再说一点的 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神提醒我们 我们就感谢神啊 感谢你 我知道我的需要 我的里面有烦恼 有怒气 求你帮助我 相信你的恩典 这是用整本圣经的教导 相信神的恩典 所以不用烦恼 我就相信 所以祷告就 信心很重要 信心是什么了 有些人以为 这是相信意志 这是一方面 但是相信神是美善 祂是美善 祂是美好 我信靠神 跟从神 必定美好 所以我就放心 跟从神 这种是最好的回应 圣灵感动我 祂必定负责 所以我就放心 跟从神 最满足 最有力量 最轻松 人也看到我们的改变 我们自己也 享受这个改变 这个就是 留意到 圣灵每一方面的提醒 我现在讲到这个 如何 刚才说这个律法 都去讲出一些 具体的方法 具体的留意 自己里面 圣灵怎样带领 怎样感动 怎样提醒我们 然后我们回应 就不但是 很简单的说 你要每天祷告 你一天读圣经 每一天尊重神 悔改 就是这个 很笼统的教导 是很实际的 讲到这个圣度的 这个圣度的改变 从哪里来 就是神曾经改变我们 我们就留意到 我们就将这个 神的工作讲出来 让人留意 圣灵在里面的工作 让人都会福音神 我们有这个经历 能够分享出来 人就明白了 不但去简单的说 去祷告 去庆祭 不但去说 庆祭神 而是讲出 怎样实际上 被这个奇妙的圣灵带领 他不停的感动 我们回应他 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哈利路亚 好了 现在我总破一上 我们的软卧 有圣灵帮助 因为很多人以为 软卧只是软卧的基督徒 没有看到每一个基督徒 本来都是软卧 软卧就是用人的方法 看世界 用人的方法 做人 这些软卧 这很多方面的 骄傲 贪财 情欲 烦恼 这些都是人的软弱 但我们知道 其实每个基督徒 都需要神的改变 这个圣灵的改变 他们这么耐心的 这样一个人 他们这么多罪 神都这样改变过来 这个奇妙的作为 我们也留意神这样改变 我们就欣赏神的作为 我们就留意圣灵的作为 我们以后有什么圣灵的提醒 我们就马上回应神 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彰显 就能够改变 这个是很简单的讲出来 这样圣灵原来将我们 怎样带领我们 从我们不知道 不以为是罪的情况 能够救出来 然后这个不晓得怎样祷告 这个意思不是 但是说不懂得怎样 求我要的东西 其实这个求我要的东西 并不是神要我们的祷告 神要我们的祷告 去合乎神的心意 这是基督徒很多时候 祷告都是要我们要的 这样的话 生命就不成长了 这些西风也是这样 祷告 神啊帮助我带领更多人信主 这是我要带领更多人信主 我要做大的西风 不需要让神的荣耀彰显 不需要让神的恩典彰显 这个需要圣灵的改变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因为祂看到我们的软弱 圣灵就叹息了 看到我们的罪 祂就叹息 我们感受到 我们就回应了 神是这样带领我们 也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帮助 给我们方法 用圣经的经文提醒我们 也透过其他基督徒帮助 我们就能够被圣灵改变 让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心意 都去合护神的心意 就是整个我们的祷告 整个生命都是 好像神的愿望 愿你的国降临 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运动行在天上 让神完全做王 让神的荣耀赞成出来 神的恩典赞成出来 这样的祷告 是神喜悦也会带来改变 那我们怎样可以有这种祷告呢 就是让神 当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卧的时候 我们就回应 神的 我知道我还是很幼稚 有些时候基督徒觉得自己很成熟 神的我还是很幼稚 是你改变我 感谢你 我不配的 我都是看自己的 我都是用自己的方法的 这样了解自己的困难 愿意悔改 神就喜悦 然后一步一步 透过圣灵这种祷告 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合乎神的心意了 这个就是简单的版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